列席的各单位的首长 首先我要这个跟图形者委员啊 来自白一下 那有关于总统府啊 秘书长啊 跟国安会秘书长那个待遇啊 从院长级改成部长级啊 是小弟的一个作为 非常 自我自我举手 自白一下 不过当时是原因啊 最重要就是 因为我们司法法治委员会啊 屡次邀请 这个总统府的秘书长 这个邱毅仁 到立法院啊 来备巡 来专案报告了 他就是恩赐不来 但是在国安会秘书长的时候呢 也是一样 变得故作神秘啊 好像是说这个 好像是一个 副秘书长来 那就是说这个 故作神秘 这情报头子啊 都不到这个立法院来接受监督啊 所以呢我们透过 除了移送监察院纠谈之外呢 也透过修法的动作啊 予以这个惩戒了 不过这个事过境迁啊 因为并不是每一个人啊 都像邱毅仁这个样子 视这个宪法为无误 对国会也不尊重 只要尊重我们呢 我们觉得 这个法随时短啊 我们也有必要啊 做一些调整啊 那接着是我们是请那个 张部长好吗 请主席邀请张部长 请张部长 请主席邀请 请主席邀请 明确的一些规定 但是既然是政务人员 那我们 除了政务人员里面 规范的是哪些人 有没有包括我们立法委员在内啊 没有 立法委员是 没有是不是 没有包括 跟立法委员报告 我们实际上 我们按照我们政务人员法 第二条的规定 第三条的规定 它对于政务人员实际上 它的内容有个规定 它包括特认 以及政务一级 政务二级和政务三级 这里面都是按照 比如说政务任命的 或者按照宪法 里面所规定的 比如说有任期的 以及按照地质法规定的 像这些政务人员 所以没有包括民选的首长 那我请问你啊 宪法征修条文里面 有没有规定立法委员任期啊 有啊 对不对 有任期 宪法规定啊 那立法委员也是 也有任期啊 对 那为什么立法委员有任期 呃的一个宪制 呃宪法里面明定了 多少个席次也是明定了 立法院也是一个宪政机关啊 为什么立法委员 他只有比照政务官这个奉紧啊 比照政务官部长级 但是呢 他没有办法 比照这个政务呃 政务官的呃 这样的政务官的这样的一个 呃 呃 退伏条例呢 我我我跟李文宝宝 因为最主要 这像比如说明选首长 像比如说 贵员的委员 实际上他们 产生的方式 跟我们政治任命 像这些政务官 实际上完全不一样的 而且他所肩负的任务 跟我们现在说 所谓政务官也是不一样的 但是你看总统啊 总统现在也是明选出来的啊 所以总统也在这 为什么总统他有 卸任总统副总统理议条例 说这个就这个就要责成 为什么立法委员 这个你看那我们王院长 已经干了十一届了 总共三十五年了 你看他还是呢 他退休就退休哎 呃他退了就退了 没选到就没选到 没干就没干了 所以 呃 我就觉得我非常赞成 李委员的看法 不过这个要责成内政部 责成内政部 赶快订定像这些 有关 比如说有关 经过民意选举的 产生的政府的有关 比如说总统副总统和各界的 民意代表 对这些人应该有一所规范 说这个这个责任 应该是在内政部 而不是在我们全局部 所以我规范 你政务人员 你不需要经过选举 结果呢 你坐享其成 那对在政策上呢 呃他有绝大的一个权利 那退休后呢 他有退职 退职金 呃有退辅条例的保障 呃 但是呢像我们拼死拼活了 到最后啊 啊什么都没有啊 都弄死了 呃 这个这个是不是 这确实在我们制度上 值得 值得检讨的地方 我想 这是不是就是我想 以后内政部 对这一部分 一定要整个脱卖检讨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现在在讨论这个 这个 我们现行的人事法制当中啊 对政务人员的一个任免 行为的规范 权利义务啊 我们虽然没有建立独立完整的法制 但是呢 因为政务人员他属于政治任命的性质 对其他的积极资格 呃 呃本来就没有明确的规范 只有在消极条件限制方面 有公务人员任用法的相关的规定 所以针对政务人员 也就是所谓的政务官 通常只有任命的规定 但是对于他免职 除了随执政党的轮替下台 还有受监察院的弹劾之外呢 其他出的状况 或或是说言行失当啊 决策错误等等啊 好像就没有办法来做一些规范 或是约束 但是政务官他参与国家的大政啊 方针的一个决定啊 他职权啊 是非常重要 他的言行举止啊 还有他试任与否啊 对我们国家社会啊 其实具有相当大的一个影响力啊 所以我们考量政务人员的一个特殊性 还有他一个重要性啊 在这一方面啊 我们确实是有必要立法来做一些规范 这是没有错的 但是呢 目前这个好像 这个政务人员呢 言行失当啊 我们只能要求政务官啊 负起这个政治的责任 但是这些政治责任呢 其实确实存乎在心里面 还有外界的舆论给他的一个压力 但是有些像之前民进党执政的时候 很多脸皮厚的政务官啊 他死来着不走啊 如果再加上长官的维护啊 就算我们立法委员在这边呢 说破嘴啊 要求他下台呢 好像他对他也是没有什么办法嘛 但是我们这部的政务人员法 虽然有比较明确的一些规范 但是我们通过了这个政务人员法以后啊 部长 我们通过这政务人员法以后啊 究竟有没有实质的一个约束力 我们还是要依然要送给监察院或工程会 才能够执行吗 我想啊 就是说 刚才刘也讲的非常正确 因为现在我们在整个人事法规里面 对政务官这一块 实际上 他的规范很多都参照其他有关法 比如说有关公务人员服务法 或相关的法会去适用 他没有对于政务官 政务人员做一个单独的一个统一的 很完整的一个规范 所以我们现在就在人事制度里面说 我们要二元化的管理 我们希望对政务官 要单独定定 从政务官 政务人员法 然后他的待遇 有关他的有关各种奉取条件 以及他的退优服务制度 建立一个很完整的 适用在政务人员的有关各种法规 这我第一点报告 第二个 实际上各位可以看到 在我们政务人员法 总共这三条 可是实际上 它规范的范围内容是非常重要 什么叫政务官 那政务官里面的分级 那政务官里面 甚至包括政务官 他的任免 他的权责 他的任免的 这里面还有很重要一点 就是行政中立 实际上我们现在 行政中立法是适用在 常任文官 现在政务官没有啊 政务官没有 实际上有政务官 有若干政务官 有若干的有关各种的事情 他也必须要 维持行政中立的一个 基本的精神 他不可以动 我想部长你应该要 界定的比较清楚了 就是说政务官呢 事实际上他是随着政党的 轮替 有所调整的 那当然在有些部分的话 他要去遂行 这个执政党的 执政党的一些政策 但是相对的 在有些事务性的工作方面 他可能要依照这个 比较常任文官啊 我们做一些行政中立 要求他行政中立的事项 这是有必要 或是特殊性的 像我们法务部啊 或是说 类似 有些单位啦 那我们确实是要行政中立是没有错的 虽然他可能是政务官 但是呢 他还是要行政中立啦 并不是说每一个政务官 他都一定是行政中立的 对对对 政治人民就不需要 那另外就是说 这个去年啊 这个4月30号啊 我们本委员会啊 曾经审查过我们政务人员法 还有政务人员奉纪条例 当时呢 大家所关注的是 政务人员奉纪条例 是不是会造成了 这个高官自肥的疑虑 当然 全序部啊 也做了适度的一个澄清 在当时 本席也提出 针对总统府秘书长 及大法官定位的问题 还有许多委员提出的 一些宝贵意见 全序部啊 在报告中啊 提及 已经拟据了 妥事的相关条文 可不可以针对这些修正啊 做一些重点说明 好吗 我跟 刘汉各文报告 实际上现在按照我们 政务人员奉纪条例 第三条规定 我们现在政务人员 就是说 实际上他所指定的 待遇的内容 一个是月奉 一个是关 政务加急 月奉案政务加急 那月奉 实际上我们以往 我们月奉这个标准 以往是比较总统 比较跟总统做个比较 比如说 我们当时 副总统 不超过总统75% 院长不超过总统60% 以及部会首长 不超过45% 以及 副院长不超过45% 部会首长40% 那我们最近 我们这次修正的时候 把稍微做了一个调整 调整的话就是说 我们院 副总统不超过 百分之 副总统不超过74% 那么院长是72% 副院长54% 那部会首长是44% 我们就说 有关他的所占的 他的跟总统比较 所占金额 做个调整 调整以后 我们就计算奉点 实际上这是人 人籍无据 他们所定的 我们给每一个阶层 不同的职等 我们就给 定定一个有关 跟总统奉点额 这点额 然后我们定定一个 有关 折算的一个标准 然后计算 他的月份 那我们算了一下 就是当我们在 像月份的话 可能有关 比以前可能稍微高一点 不过我们在这里面 注明一句讲 另外一个 政务加急 另外实际上退 公务员 实际上除了月份之外 还是政务加急 如果假如说我月份高的话 我政务加急就于什么 于调整 那两个加起来的 整个的总额 绝对不超过我们现在的 有关所制定的待遇标准 所以实际上 这个我们都考虑到 免得外界批评 认为我们误会有 我们会有什么 变向加薪的这种疑定 那目前 就是说我们司法法治委员会 也正在要审查 这个法官法 我们也经过两次的公听会以后 那现在当然司法院 法官有些法官 还是会有一些意见 他认为说我们如果说我们这个 把法官排除在外的话 他们的权益会不会受到一些影响 那因为这个 因为目前 目前我们在审议的法官法里面 也将这个司法院的院长 大法官等奉及 比较政务人员的一个待遇 所以这些部分 我们确实是有必要在 本法讨论的时候 我们来做一些调整 不然会造成一个空窗期 造成一些 到时候也会很麻烦 对 刘远谈的完全没错 因为现在法官法的审议 什么时候能够完成 整个立法审议 现在我们时间上还不知道 说不定我们这个法反而会找 通过的比较快点 如果通过的话 到时候这间之间会有一个空窗期 我想我们在 今天我们在审这个法的时候 是不是在 相关的条案里面 我们落一个什么 落一个规定 就是如果假如他没有通过的话 到时候我们怎么处理 做个补充的一个规定 好谢谢 谢谢